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些观众很讨厌美国 很憎恨美国 我们有观众留言说 美国是一个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却自称是基督教的国家 说美国是大淫妇必被毁灭 虽然这些人自称是右派 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思想 其实跟左派差不了多少 他们会觉得 美国为什么不学学加拿大 人家全民健保多好 为什么不跟英国一样 你看他们多包容 多元 对不对 他们支持政府 掌管教育 提高税收 特别是Felicia 访问加州19号法案的那个影片 我们看到底下一堆的人出来说 这个样子做是劫富济贫啊 有钱人凭什么这么有钱 资本主义多腐败之类的 很多这些人自称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在抵抗左派的国家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有基督价值观 基督徒还在抵抗世界的国家 当美国强大有道德的时候 全世界都跟着繁荣有道德 当美国道德沦丧的时候 全世界都跟着腐败 英国他们没有听铁娘子 Margaret Thatcher的话 他们让社会主义福利政策 腐蚀了 侵蚀了他们的国家 创造出来一个庞大的 极权社会主义政府 现在英国人全国开始被逮捕了 犯了什么罪 思想罪 反动罪 世界上每个政府几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曾经带给世界 Magna Carta 大宪章创造了天赋人权 以及限制皇权的日不落帝国 彻底被社会主义控制的样子 Ori you here as part of an organised protest No You're not Are you part of a pro-life organisation Or pro-choice organisation I am but I'm not here in that capacity Okay Are you protesting? No Are you here to pray for the lives of unborn children? Their, that... It's a little bit leading but no, I'm not OK, can your actions be carried out elsewhere? I can pray elsewhere but I want to pray here today Right, why have you chosen the location here to stand? You know this is an abortion centre that I'm standing outside of Yeah OK, are you aware that there is a public space protection order in place here? Yes I am OK, are you aware that you're breaching the public protection order? I'm not, no Will you move from here to outside of the exclusion zone? I don't believe I need to OK, if not, why are you not willing to move outside of the exclusion zone?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 need to, I believe I've got a right to be here OK, right, if you believe that you're present to press in any form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need to issue with a fixed penalty notice Sorry, can you explain that again? Yes, if you believe that you're present to protect in any form If I believe what Zoe? If you believe that you are present to protest in any form No, I'm not here to protest no Right, well you're in the PSPO, you're breaching it I'm in the zone, but I'm not protesting Yes, so you're going to be given a fixed penalty notice today OK, OK, and that will be given to you with the offence and planning to comply with the public space protection order Under the anti-social behaviour, Crime of Police Act 2014 And my colleagues are going to issue with the ticket Just to make it clear, I'm not protesting OK But you know you can't be here I'll just point out the PSPO from there I think you've seen that before I know there's a zone here, but I'm not protesting within the zone I'm just silently praying Watch your data verse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了解剛剛這段影片的嚴重性 剛剛各位看到的就是政府機關用著人民的納稅金運作的警察部門 跑到別人家審問別人 調查人的個人信仰、宗教以及政治傾向 只因為那些人在一個合法的抗議地點 然後在那邊安靜的禱告而已 沒有出聲音的禱告 這樣子的事情可以在一個民主或是自由的國家發生 就表示那個國家跟民主或是自由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應該要讓你感到非常的恐懼 而這個就是當我們把過多的權力給政府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就是當我們的政府成立了上萬個沒有用的這個政府機構的後果 他們就是會用這些力量來控制還有封鎖思想 這個就是美國的民主黨想要的 這個就是無知的人想要的 這個就是拜登的真理部想要達到的效果 而且美國人起來抵抗這個樣子的敵基督 很不幸的就是 這是絕大多數的國家前進的方向 很多人會覺得說 Ethan你不覺得你每次講到這個都有點誇張嗎 政府害你幹嘛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不好對不對 沒有 我一點都沒有在誇大 看看整個西方國家的方向 十年前這樣子的東西 這樣的政策連被撰寫都不太可能 因為當時人至少還有一點點的基本常識 至少他們分得清楚男人跟女人的不同 如果美國憲法不存在 如果美國沒有所謂的人權法案的話 如果當時美國建國的時候 建國國父沒有把聖經當作是建國的基礎的話 美國早就變成那個樣子的國家了 所有各位知道的民主投票自由持槍權的這樣機制 早就已經消失了 現在有很多的聲音認為這一切是美國的錯 希望美國崩潰 以為美國崩潰了之後 耶穌就會來了 認為現代巴比倫是這個世界最敗壞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 其實是因為我們忘記了自由是什麼 自由原本是神賜給我們的天賦人權下面 有道德有戒律的 在不干預其他人的生活的情況下 這樣子才叫自由 現在的自由可以變成 用政府的力量來自由的壓迫其他人的信仰 思想跟生活 我們的敵人認為他們在抵抗邪惡 對他們來說什麼是邪惡 邪惡是什麼 是一個女基督徒在大街上禱告 這個樣子叫做邪惡 英國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我們的節目上 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還記得有一個自閉的女生 因為他說一個看起來很明顯是個女同性戀的警察 是女同性戀嗎 然後那個警察 那個女警就叫了一大堆的這個英國的警察 衝進他們家 然後逮捕了那個自閉症的女生 那個警察又被拍到了 這次是在英國的一個抗議活動上面 對著抗議人士噴辣椒吧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徹底濫用直權 還有整個英國在往一個警察社會 Police State的極權政府的前進的路程 那些左派或是自由派很愛說 我們才是極權主義人士 OK 川普會統治美國 然後開啟第三次世界大戰 川普會變成一個獨裁者 美國會變成一個暴君政府 說真的 這個不是極權政府的成立方式 真正的極權政府是慢慢形成的方式 就是讓人民變得越來越軟弱 變得越來越需要政府 人民基本上不會發現 因為這些政權都帶著這個包容 同理心 合一 平等這個樣子的面具 每一個文化大革命 都是帶著一個未來一切光明的圓景 都是為了要帶來平等 都是為了要創造一個政府 可以成為一個劫富濟貧的工具 都是聲稱要徹底的消滅仇恨 跟邪惡的言論跟思想 最終都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都會變成警察到你家 只因為你在讀聖經 或者是你在Facebook上面 發了一個政府不喜歡的推文 只因為你不是政府機器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失去了社會實用的價值 你的社會信用點數就是會被政府奪取 我們現在就是看著文革在發生 現在就是看我們的社會變成共產主義 然後我們有基督徒支持劫富濟貧 支持搶奪別人的財產 來創造一個虛假的公平 以為這是公正 我們正在看著社會崩潰的樣子 然後我們以為是神在做事 我知道有一些基督教的機構 他們原本是做善事的 幫人報稅幫助窮人幫助社區 然後他們開始一些醫療服務 大家都覺得很棒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就決定開始跟政府合作 他們可以接受白卡 他們可以接受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 他們還覺得說這個世界變得太好了 我們的政府怎麼這麼棒 可以給我們這麼多的錢來幫助更多的人 他們祷告感謝耶穌 說神在我們的政府裡面掌權啊 然後政府規定要打疫苗 他們就全力推行 逼著自己的員工要打疫苗 逼著自己的員工每天一定要測試 用的測試盒越來越多 打出去的疫苗越來越多 政府就可以給他們更多的補助 讓他們變得更有錢 他們支持著民主黨的候選人 他們支持著大政府 支持到加州的州長Gavin Newsom 到親自到南家頒獎給他們 因為他們執行還有推行疫苗政策 比其他的醫療組織還要好 他們用的測試盒比誰都還要多 大政府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我們今天回到奴役之家 是我們造成的 就連是基督徒牧師都有可能被騙 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節 你們要小心不要在眾人面前行你們的義 讓他們看見 如果這樣就得不到你們添付的賞賜 因此你施捨的時候 不可到處張揚 好像偽君子在會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樣 以博取眾人的稱讚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賞賜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好使你施捨是在隱秘中行的 你附在隱秘中查看 必定報答你 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樣的社會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還有我們社會的腐敗 我們沒有資格去怪任何的人 特別是當我們以為我們在行善 以為我們在施恩 我們沒有把榮耀歸給神 而是歸給政府的時候 我們做的事情 就不是基督徒在做的事情 而是在幫底基督建立在地上的政權 陰謀論到處都是 我知道我們的觀眾都很喜歡陰謀論 今天就來討論一下最近發生的陰謀論 上個星期最大的新聞就是 緬英州有一個大屠殺的事件 一個現役的候補軍人 同時也是一個教導如何使用槍支的教練 到處開槍殺了18個人 而且造成了很多人受傷 通常我們拒絕把這個樣子的人放在節目上 我們不願意說出他的名字 因為我們不想讓這些人得到他們想要的就是名氣 但是這次不太一樣 畢竟是一個目前沒有辦法證實 而且或許以後都沒辦法證實的陰謀論 這個新聞爆發的時候 我沒有馬上的報導 因為我想要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都還不清楚的情況下 左派就開始要緊張 這個是我們早就知道會發生的事情了 這個槍手的名字叫做 Robert Card 報導上面說他自殺了 在一個資源回收廠的附近 他前一陣子才被這間資源回收廠開除了 這個是Robert Card的照片跟槍手的照片 我個人認為看起來不是很像 這個槍手照片很模糊 然後我覺得Robert Card看起來好像比槍手老很多的感覺 所以這只是我的一個陰謀論而已 那這整個事件的疑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一開始911的緊急電話 說有兩個槍手 因為有兩個地點 然後說那個人是中東人 那這個可能是當下看錯了 當下很緊急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經過兩天的搜捕 終於在星期五的晚上7點45分 在一個Box Trailer 就是那種去旅遊的時候 拉著那種房子在後面那種地方找到了 那個Box Trailer不是他的 而是沒有人鎖起來 所以他就跑進去了 在這個Box Trailer裡面 他們發現了兩把槍 報導上面說 他身上的衣服 就是兩天前槍擊案發生的時候穿的衣服 一模一樣 一個Brown Sweater 奇怪的地方是 警察不是第一次去那個地方調查 因為這個地方 離這個Robert Card的這個 前工作地點很近 是一個警察一開始就認定 這個Robert Card可能藏匿的地點 但是第一次去 什麼都沒查到 直到第二次去搜查的時候 才找到這位Robert Card 自殺後的屍體 另一個奇怪的點就是 這個人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查出 他被診斷出來他精神有問題 說可以聽到很糟糕的聲音 告訴他說去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這個都是在退伍軍人醫院 給他這個助聽器之後才發生的 這是根據他的妹妹Katy Card的說法 所以很奇怪 一開始是兩個中東人 後來變成一個白人 然後腦子有問題的神經病 然後同一個地方警察檢查兩次 第一次什麼都沒找到 第二次卻找到了他的身體 聽起來就很有問題 不知道警察的報告是怎麼寫的 那這裡有一個更奇怪的地方了 這個是Daily Mail的報導 同一篇只是兩個不同的時間 第二個被修改了 第一篇是10月27號晚上8點17分 緬英州大屠殺的槍手 發現已在草叢中死亡 頭上有兩起槍傷 然後幾分鐘之後就改了 8點44分的時候 上面寫的是 緬英州大屠殺的槍手 Robert Card發現死亡在草叢當中 自殺的傷口發現在頭部 那自殺要對著自己的頭開兩槍 照道理說應該是不可能的 是報導錯誤嗎 還是警察那個地方的報告有錯誤 還是驗屍官那邊報導有錯誤 還是驗屍官的報告有錯誤 為什麼沒有出來說明 就是之前報導是我們寫錯了 造成的誤會真抱歉 而是直接繼續報出來 認為沒有人會發現 另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個人是教打槍的 他是一個專門教大家 如何使用槍支的教練 是一個軍人 基本上這些教練 都是自己有一堆槍的 還會需要把自己的槍租給學生 結果他在犯案使用的這個AR-15 不是AR-15 這個AR是剛剛才買的 兩個禮拜前才買的 我幾乎不認識一個教打槍的教練 沒有一把AR的 OK 每一個幾乎都有 而且有很多吧 一開始有報導說 他使用的是Daniel Defense 這個一個牌子 我當時就想說 這會不會就是FBI 專門給心理有問題的人 專用的牌子 Daniel Defense又貴 然後又 我也想要一把 所以我就覺得很陰謀論 陰謀論的感覺很強 現在報導出來了 說這把槍是Ruger SFAR 使用的彈藥是308 很奇特的一個選擇 A very odd caliber 很奇怪的一個子彈 就是他怎麼會去使用這個子彈 這張圖上面左邊是308 然後一般來說是AR-10的彈藥 通常是用來做遠距離的 攜帶很不方便 然後載彈量也比普通的AR-15少 AR-15載彈量有30發 AR-10是20發 AR-10比較笨重 長度也比較長 在近距離的範圍裡面 是比較困難使用的 這應該是射擊教練 應該知道的嘗試 他的另外一把槍 則是Beretta M9的手槍 這也非常奇怪 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的頭上有兩個槍口 有沒有可能是他摳一次板機 然後發兩發子 是有可能的 有個產品 來自Franklin Armory的Binary Trigger 當你摳下板機的時候發一發 放掉板機的時候會再發一發 所以的確有可能是一次發兩發的 但是這就表示他在自殺的時候用的槍 不是手槍 因為市面上沒有Beretta的Binary Trigger 所以只有可能裝在他的AR-10上面的這個308 上面只有這個裝置 等於說他在自殺的時候 他是非常長的 你這個樣子才可以摳板機 然後再放下 然後再打自己的頭打兩次 我說了這麼多很明顯的疑點 就是只要對槍枝有一點點了解 例如像說我這個樣子的人 就可以發現這麼多值得調查的東西 我想說的就是 我很難相信我們現在的政府 我甚至很難相信這是FBI做假 因為這一切實在是假的太離譜了 如果說這是FBI做的一個抹黑事件的話 那做的也太粗糙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我們社會真的存在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在那邊說平民不需要槍枝 只要警察跟軍人有槍 然後他們可以來保護我們就好了 的那些人 這裡就是一個軍人 現役的 陸軍的後補 他是個神經病 然後造成了大屠殺 他沒有保護美國人 所以我們更要有能力保護自己才可以 一開始看到這個英國的警察 再想想看 我們自己美國的警察 特別是加州 紐約 伊利諾伊州的警察 很抱歉 我真的一點都沒辦法相信我們的司法 也沒辦法相信我們的執法機構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下面討論這個 槍擊案的陰謀論 在我提出的這些疑點跟證據之後 各位是怎麼樣看這個事件的 是個陰謀論嗎 還有這個槍擊案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